只要跟中央看齊 就未必一定是對香港實有好處 西方陣營覺得香港會欺負中國大陸 多於留在西方陣營之後 是想打擊香港、制約香港 難道只要香港人要求大陸送些什麼給我們 我們都要回歸中國 這些股票可以大聲升到你不想 你不可以太過數字化去看投資 整個大環境是不同的 經濟都頗差但樓市仍然是折折上升 Cash is clean 已經過去了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事件 經過一個禮拜香港疫情有點緩和 希望大家的身體都是健康 今天在我身邊有施先生和浩德的 兩位我們過去幾集都曾經焦點到 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 今集不如先講講香港的情況 施先生香港特首選舉就快開始了 但近來的傳聞都幾滿天飛 又說延期又說已經督定了人選 施先生有什麼特別消息可以收到呢 可以跟我們的觀眾分享一下 我跟大家一樣在公開傳媒上收到訊息 我沒有什麼小道消息 或者特殊渠道的消息 我對於傳言 全部都認為不可以確定 又說誰是督定 我相信中方都不想這麼快被人覺得督定 因為說一早督定其實是攻擊這個選舉 其實是沒有選舉的功能的 選舉應該在選舉完才有結果 如果有督定 即是說這個選舉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就不這麼快說這個選舉沒有意義 投票投來做什麼呢? 雖然現在都是選舉委員會投 我相信以現在所能夠掌握到的訊息來說 沒有督定哪個人做的 有興趣選的還可以出來報 但是疫情在香港雖然舒緩了 但是仍然是中數仍然以千計 有另一種說法就是有可能會再延期 師先生認為延期就是特首選舉 你認為機會大不大? 其實延期就是對香港安全 你問我個人意見 不是等於我的判斷能夠準確預測 我認為不需要延期 因為不是很多人參與 如果你一人一票 個個都要出頭 你就有大量群眾匯聚 可能有第六波疫情重來的風險 但是現在多少個選舉委員? 千多人 應該比較容易控制到 當然競選是需要做推廣宣傳 網上做也可以 因為你宣傳一定是 以前也是透過電視、廣播這些 才能接觸到更多些人 如果你說選舉只由千多人去選 更加不需要那麼單身疫情問題 師先生 雖然你認為沒有督定 但如果在你角度 究竟未來這個特首要具備什麼質素 才可以領導香港更加好? 因為香港問題有很多 中美磨擦的磨心中間 可能本地的意見分歧都很大 究竟這個特首要需要什麼特質? 特首當然要了解 香港的存在 價值在哪裡? 能夠發揮香港的功能、價值 令到香港人在這個環境下 可以找到一條生存的出路 發展的出路 才得到人民的支持 當然你要了解這一點 當然也要了解中國的政策 配合國家未來的發展 才能夠掌握到 我自己覺得香港之所以 有一國兩制 都是因為香港是扮演到 國內扮演不到的角色 例如與海外的自由聯繫 能夠將這件事維持下去 香港的價值就會出來 如果每樣都是 只是與中央看齊 未必一定是對香港實有好處 即是自主性 是的 有香港一定有自己的特色 才能夠發揮到的功能 如果投資界怎樣看 疫情的情況 很多人都對政策和意見相關 投資界想有什麼特首 選出來會對你們有幫助? 我想投資界的朋友 金融界 政府經常希望打造香港 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其實在這個政策上 真正的配合就不太多 反過來有時大家都不太明白 可能我失敗又提一提 譬如說 為何我們大家又要增加我們的印花稅 明明增加有印花稅 就是增加股票的交易成本 令到香港港股這幾年都不太好 股票印花稅就是增加得少 我們地產印花稅增加得更多 如果你希望市場更加蓬勃的話 就應該減少交易費用 我也贊成政府應該減低交易成本 令到市場的交投更加順暢 股票印花稅本身已經很低了 我個人覺得當然有一定是對交易不好處 但是政府也都要收資平衡 要有財政收入 如果你說都要想辦法收多些稅 我會贊成收印花稅多於收銷售稅 影響面比較少 不過師先生印花稅方面 香港是一國兩制 因為我們其實是高於A股 應該這麼說 我比較一下 如果從房地產的印花稅計 香港對於大部分的地方 其實都是便宜的 以我理解 但如果用股票印花稅 如果30%15%就不便宜 那不是辣照 一般的印花稅 香港買樓的印花稅 4.25%高價那些 都便宜 你去英國買樓 很多人現在都貴很多 我不知道外國太多情況 但是都不算便宜 但香港的印花稅差不多是貴著全球 你說股票 原本沒有還是有 本來是0.1% 剛剛今年就加到0.13% 所以這個都是 在我們小股民來說 所以你希望有個特首 又免費股票印花稅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是真正去了解香港的角色 因為現在很多交易 其實為什麼中概股 都寧願去回美國交易 因為人家什麼都便宜一點又快一點 你一來一回 尤其是經常說股市能見到這麼低 大家希望可以留一定的靈活度 但印花稅越高 其實就會有點趕客 所以你想有一個關心多些金融政策 即是幫助香港建立穩固一些基礎的特首 但其實講起金融業或香港的特質 其實其中我們都講講普通法 即是法律的獨立性 但近來有一個新聞 有兩位非常任法官 在英國本身派住 現在隔不足來香港會幫忙審案 那便辭任了 師先生你認為這是否一個訊號 可能香港的法治會有些影響 我覺得這個也有少少政治因素 即是香港立了國安法之後 或者西方陣營覺得香港會支持中國大陸 多過留在西方陣營之後 想打擊香港、制約香港 他不想讓香港借外籍法官 去標榜香港的司法獨立 所以便將他們抽走 之前我見英國國會也有些討論過這些問題 覺得不想讓香港在這方面找到好處 但是我認為這些只是象徵意義 即是香港是否司法獨立 是否正在行普通法 有沒有法治 我認為以香港現有的法官 不一定外籍法官 都可以扮演到這個角色 關鍵是北京也好 特區政府也好 是否願意讓香港在很多問題上 繼續有自主的空間 讓人覺得香港其實真的是一國兩制 譬如防疫問題上 香港可以有自己的一套 可以和西方接軌更容易 因為香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就是要繼續保持和西方的自由聯繫 現在很多時候 譬如防疫上陣 只顧著和大陸通關 就不太考慮和海外接軌 如果香港不能和海外接軌 在香港價值低很多 即是流通 即是人的血液 有動物有植物 你不可能只能去 不能回頭 如果只能和大陸通到 難道只能讓香港人 要求大陸送些什麼給我們 有些疫苗 有些測試劑 不行 我們都要回歸中國 譬如在西方來的商品、貨幣、人才、信息 我們和那邊有接觸 我們才可以把這些東西給到內地 所以我認為香港保持一定的 在內政上的自主空間 人家就會信你有司法、獨立、法治 如果不是 人家會覺得你只是找幾個人來標榜 等於幼稚園請兩個以前的軍屬 我有外籍教師特別威風 雖然那些雖然紅蘇綠眼 但英文文化錯漏百出都不頂 所以師先生的看法 認為根基其實都是 中央和香港關係的獨立性有多強 剛才師先生 其實你也講講一些防疫的東西 其實香港的情況舒緩 但在上海或者內地情況 似乎有少少惡化 雖然中數以內地人數比 比率非常低 但很多人都擔心會否再蔓延下去 我知道師先生寫了一篇文 關於上海防疫政策 你認為會否透過上海今次的經驗 內地防疫政策真的有很大的轉向 現在上海的情況都令人擔憂 雖然一些社交距離措施收緊 雖然它不是全城封了 分區來做都做得比香港徹底很多 但是與此同時 確診的人數還是增加 即是說 還有很多源頭都難不住 還在此傳染 很有機會出現的情況 其實是 以前這些防疫政策 對付Delta有效 對付Omicron可能不太有效 可能在防疫上是否純粹只是做外防輸入 內防擴散呢 是否花些氣力去減少重症 減少死亡率更加實際呢 即使現在的水平都可能對上海的醫療系統造成一定的負擔 那你是不是不只是去抓人去壓力 而是找多些醫療資源給重症的人可能效果更加好 中大早排的研究指出內地封關或封城一個月的話 主要城市每天損失差不多三千億人民幣 施先生你認為其實情況是否每個月損失三千億人民幣 變成了我們的造成的虧損 可能將以前的利潤都抵消了 亦都令到我們的同事 因為他們抵薪加佣金 佣金方面收入少了他們的生活 即刻受影響 亦都有一些行業可能是頂不了那麼久 本身內地做生意的孖展 即利潤的幅度很低 生意少少便日浴 所以對經濟造成的影響應該很大 因為現在不只上海、深圳 整個東北吉林都受影響 我自己覺得經濟的考慮不是完全可以忽視 因為經濟搞不好 將來亦都會影響人民的生活 影響國家的前途 所以我覺得都要重視 在人命和經濟之間怎樣做一個平衡 我覺得都要按照病毒的特性、傳播的能力 殺傷力如何去科學地去制定 就不是一定要哪一種才叫政治正確 即使內地都可能因為不同因素要調整的政策 今節我們講了一些國際的情況和內地的情況 下一節回來我們會講一講 金價和香港樓市的走勢 大家記住下一節到這裡收看 我們到處都有看待了 我們到處看看 好拍攝 我們到處去看 bastards 我們到處在那裡 我們到處去看